阎罗王是管阴的 东义大帝也是管阴的 大力金刚也是管阴的 没有喔 大力金刚管阴阳都管 阴阳都管 义房大帝 金刚明王 大菩萨都可以插一脚 阴界到底谁说了算 在阴间到底是谁说了算 我告诉你喔 阴界到底谁说了算 我认为有两个人说了算 我跟你讲 第一个是地藏王菩萨说了算 因为他是幽民教主 任何人插一脚都没有用 因为阴间是幽民教主 地藏王菩萨说了算 例如我们现在来讲起来 台湾谁说了算 当然是蔡总统说了算 当然是蔡总统说了算 但是在美国不太一样喔 川普说了也不算 在美国到底说 谁说了算 像我们华盛顿州啊 像我们华盛顿州啊 州长收了算 对不对 州长收了算 谁都要听州长的 华盛顿州 谁都要听州长的 那川普当然 这个我们讲说 民主国家啦 他讲的话也不一定算 他必须要有参众 两个议宴 通过 跟总统提出来 参议宴 全部通过 那就是川普说了算 如果参众两宴没有通过 川普说了也不算 你讲的阴间 当然是这个 地藏王菩萨说了算 那是 他是最大 他是幽民教主 他说了算 但是我还讲了一句话 很简单的 你说了算 我为什么这样子讲 你说了算呢 这个问话的人说了算 师尊的心中没有阴间 我不受阴间管 你心中有阴间 你还收阴间管 你稍微想一想 有人问一个道德高僧 有没有阴间 那个人对他讲 那个人对他讲 有阴间 另外第二个 来问他 有没有阴间 他说没有阴间 怎么回事 因为第一个人 因为第一个人本身啊 修行不够力 所以将来 他会堕入阴间 第二个人 修行不够力 他已经在天上界的人 所以 道德高僧跟他讲 没有阴间 所以 这样听得出来吗 所以 是你自己说了算 为什么呢 因为你心里面 你堕落 你身心啊 造的业 你堕到三二道里面 今天 你就有阴间 今天 你自己的能力 你修行已经到了天上界了 什么阴间 你根本不受阴间的耶稣啊 所以谁说了算 是问的人收了算 你看 我这样解释 明白吗 炎魔王管阴间 东一大陆管阴间 东一大地管阴间 这个大菩萨都可以插一角 这个金光明王都可以插一角 我告诉你 你已经是天上界的人了 根本谁 炎魔王也管不了你 东一大地也管不了你 任何个菩萨都管不了你 你已经是天上界的人 你如果不是 这些炎王 东一大地 大地金刚 一皇大地 金刚明王 大菩萨 都可以管到你 好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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